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世界上最杰出和最有影响力的重金属乐队,Metalica金属乐队曾九次斩获格兰梅音乐大奖,已在全球售出1.1亿张专辑。 因为金属乐队之前从未在中国举办过演唱会,因此在获悉开票后十分钟就受请的火爆成绩后,主办方立即决定加演一场。 于是8月13至14日,金属乐队就在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内上演了超震撼的摇滚盛宴。 金属乐队的现场总是以超高的分贝和疯狂的人群著称,妙的是即便是分贝再高,蹦得再凶,身处其中也不会察觉。 从演出的第一首歌开始,大部分的观众整场都没有再做下,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摇滚的狂洋当中。 而这也让金属乐队的四位成员倍感惊喜。 对,我非常感兴趣的回答。 我非常感兴趣的回答,最高的回答,对我们的能力,我并不想尝试它这样重新的。 我我说我说,你也知道,你也知道,你还会坐下来和笑诺会很严厉害, 那也会好,但是我们很感兴趣的看到人们试着的语言,加入了和变成一部分, 我只是想說謝謝, 因為我真的被揮露了 我真的被揮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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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被揮露了